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 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布施功德 经文 富有三种众生 当得往生 何等为三 一者慈心不杀 聚逐戒行 二者读诵大成方等经典 三者修行六念 回向发愿 愿生彼国 据此功德 一日乃至七日 即得往生 此段经文正面阐明 简别上品上生者的根基 指出堪能奉持相应道法 依佛教言修行者 方可成就上品上生 从何等为三下至六念以来 正面阐明受持教法的不同 即有三重法义 一者庶名辞心不杀 即为上品上生者 当宅心仁慈 不造杀害众生的恶业 然杀业有多种形式 或有口业指使他人杀 或有自己亲手杀 或有心谋杀 严口杀者 即是以口业处分决断 许可教持他人去杀生 名为口杀 言身杀者 即是自己运动身体或手等四肢 名为身杀 言心杀者 为思念 筹划 计较杀的方法等 名为心杀 若论杀业 不仅仅局限于人类 即杀害胎卵石化四生的各类生命 皆招致杀生的罪业 障碍往生净土 事故 但于一切生命 含冤飞如动类众生 起于此心护生者 即是不识一切众生的寿命安乐 亦是罪上圣妙界 此句经文 即符合前文所述 敬业三幅的第一幅 人天福中第三句 此心不杀 此不杀生中 含射指 行二种善业 自己不杀生 即名为止善 教导他人不杀生 即名为行善 自己与他人出断杀业 名止善 毕竟永除杀业 名行善 虽有止善与行善二种善意 总结成就此心护念一切众生 言聚诸界行者 若曰人 天二成的根气而论 三规五界为人道众生所行之界 十善业 十界是天人所行之界 出家僧众之聚足界 乃二成行人所持之界 以上三种 总明小界 若曰发菩提心 修持菩萨大行而论 即名菩萨界 难有三具境界 断恶 行善与饶意众生 三种与实无境界 梵网经巨述十重四十八卿 此菩萨界若以往生为次而论 正与此上辈三平往生为次相应 或曰 若欲求上辈三平往生者 须受持菩萨界 此正由行人先奉行三规五界 由小承戒法自然转入大承戒法 即与敬业三幅中第二幅 戒分善根相类 庶民读诵大成者 表明敬业行人因过去世的信息不同 致使现在世对修法的好乐各有不同 上文所述的敬业行人 但以修习此心 奉持戒律为要物 此第二类敬业行人 为将读诵大成经典为好乐 燃戒律即能护持五成 人 天 生闻 圆觉 菩萨 三佛法 报 化三身佛之根基 而大成法即可心涛成就三贤 十住 十行 十回相 十地菩萨六度万行之智慧 这二者若以得用来比较 一重戒行 一重慧解 各有异能 席皆圣庙 皆可以此导入大涅盘城 此句经文即符合敬业三佛之第三大成佛中第三句所云读诵大成